我们避开 我们避开这个车子 从这儿 不是那个hotel是在 玩比欧人这个对面吗 在Circle K的对面 那我们这样子 从这儿到送了手去吃中饭 我们搬到德克沙斯州的时候 是一个六月份 那个时候迈克是 两岁七个月 我们是开了一个红车子 是从加州开过 开上华盛顿州 然后再开到德州的 它就坏了 在我们Vance Jackson路口的时候 就是要进我们公寓路口呢 停下来 红灯停下来以后 再就抓不动了 我一下子就吓得 那个时候刚学会用英语 能够发一点什么感叹词 也不是骂人 因为本来我就不喜欢开车 我是有那个cassic的 我是会晕车的人 被强迫开车 小孩也是他们强迫生的 然后他交也没交好 扔下你就不管了 知不知道 然后呢他美国人 他最那个 看见你受欺负 都欺负你 所以在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就刚开始 有人也是老是围着我们 开始围我们转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那么没地位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发动不起来 然后其他车子就开始过来之外 我就吓坏了 因为我最怕跟美国人吵架 用英语吵不过他们 要是他要要我一句怎么办呢 知不知道 所以我就用英语不知道说了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哇的一声 一个小孩在那个车后面哭起来了 也是我叫麦克尔吓哭了 我才想就哎呀 一条小命都没当成命呢 孩子给了我勇气 我安慰他一生 然后呢 就拼命的就打火 然后打起来就回去了 所以我不喜欢车子